照理來說 像這種假烏龜的話 應該是感應不到吧 他說他的龜殼不喜歡被人家摸 哦 不要摸他的龜殼就對了 他說會癢 會癢 好 會癢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故事 我的經紀人帶著他的可愛小貓咪 去溝通了一下 讓經紀人嚇了一跳 貓咪竟然跟我們的寵物溝通師說 我的媽咪最近肚子是不是不舒服 怎麼每天都蹲在廁所 我的經紀人只有一個人住 跟他的貓咪 這件事情只有他們兩個會知道 所以是代表寵物溝通 還是有一點準確的吧 不然呢 應該也不會通靈吧 反正的我覺得 在有一點半信半疑的狀況之下呢 我準備了小烏龜 他的名字叫頂呱呱 我的頂呱呱 可愛嗎 他平常是住在深海的大鳳梨裡 照理來說 像這種假烏龜的話 應該是感應不到吧 那我們來看寵物溝通師 能不能跟他心靈交流呢 好 現在我們要來打電話給寵物溝通師 來諮詢一下 那我們現在播打電話 喂 妳好 喂妳好 我有預約過 我前幾天有打電話來預約 妳的寵物叫什麼名字 我的寵物叫頂呱呱 好 我有看到妳的資料 小烏龜對不對 對 是一隻小烏龜 妳有什麼特別想要問他的嗎 我想問他 就是他跟我這麼久 他開心嗎 他說 妳們在一起的日子 他很開心 他說他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會想你 那所以他想要我就是出門的時候 做一些什麼 還是把家裡的燈打開啊 還是什麼的 他習慣就是在他的旁邊 那一盞台燈 有一盞台燈嗎 有 他說那個台燈 不要照著他 直直照著他 他眼睛很刺 喔 他眼睛會很刺 好 然後他說 他說你們家 是不是平常都會有朋友來 有 蠻多朋友來的 他說他的龜殼 不喜歡被人家摸 喔 不要摸他的龜殼就對了 他說會癢 會癢 好 會癢 因為他的龜殼 其實不是那麼堅固 所以他不希望 大家終於伸手去摸他的龜殼 可以摸他的龜頭 可以摸他的龜頭 好 就摸頭就好 不要摸殼 對 摸頭就好 那我想問一下 他本身是喜歡我 把他取的這個名字嗎 他說他一開始不太喜歡 但是後來也習慣了 因為他說他的名字很像 連鎖店 他知道 有點請你爭奏 你跟那種不專業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那可以問一下 他平常為什麼動作那麼慢嗎 喔 因為他是烏龜 那他平常會想要我幫他提早嗎 還是想要我幫他做什麼 他喜歡被摸龜頭 喔 被摸 就是給他一點愛的感覺 對對對 他需要愛 OK 他需要愛 就是如果需要愛就要摸他龜頭 OK 謝謝 好的 因為這一次呢 其實預約比較趕啦 那希望下次至少可以 至少可以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喔 對 不好意思 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就可以再跟我預約 好 謝謝你 謝謝 林瓜瓜 你覺得準嗎 你真的喜歡人家摸你龜頭嗎 其實今天要做這個測試呢 不是要測試我們這個 寵物溝通到底是真還是假 而只是想告訴各位 常寵物的主人們呢 不要太過於的迷信 然後呢 其實 寵物溝通師是一個很棒的職業 有時候呢 可以在寵物跟主人之間呢 可以做一個溝通的橋樑 給你一些建議去照顧你的寵物 但是呢 大家還是 多認真的陪伴你自己的寵物 然後呢 多用心照顧他 我相信你自己也可以成為一個 很棒的寵物的方式 甚至是一個很棒的主人